米不仅可以制作点心、主食 甚至还可以成为餐桌上的甜品 湖南省衡阳县 地处湖南衡山之畔 这里有一种百年传承的手工芝麻糖 是当地百姓喜爱的零食 一大团已经熬好的糖被搅到短木桩上 王大茂开始拔糖 他一手一根擀面杖左右开弓 快速将糖不断称拔 翻糖折叠 拔糖最为点睛的一笔是打茧 惊艳老道的师傅行云流水 原本琥珀色的糖团在拉伸瞬间 变成了麻灰色 拔制完的糖粘性极强 要着力均匀地用力赶压成薄片 绝非易事 制糖不光是技术活还是力气活 夫妻俩通力合作 王大茂赶片 妻子手握长弯刀 麻溜地将整片压薄的糖切得大小一致 所有动作一气呵成 这是他俩默契和多年劳作形成的肌肉基因 切好的糖用湿布润泽 裹上炒熟的白芝麻 装蛋就可以了 忙完全听 王大茂又要回到后厨 还有一锅快要煮熟的新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熬糖很费功夫 同方向不停搅拌至少十个小时 得保证糖不粘锅 如今 这种重复高频的单一动作 已经被电动马达顶替 人手得以解放 锅里正在熬制的糖浆 就像融化的黑巧克力细腻丝滑 如火滋滋作响 糖浆呼噜冒泡 四斤米出一斤糖 一天最多做一百斤 传统手工费时好工 但王大茂一直舍不下这份古老传承的手艺 轻轻咬一口满口生香 鱼味悠长